你好不好意思我想要買一張都會通 你好好 那空卡一張100元喔 好謝謝 即日起即北北陶 1200都會通定期票正式開始預購 民眾像這樣到捷運服務台購買都會通 或到自動售票加值機 辦理1200元都會通定期票預購 7月1號就可以來啟用 平常公司比較遠 所以買就是月票會比較划算 有沒有算過大概會划算多少 應該會便宜到一千左右 每個月省一千 真的 省很大 你是住在 我住萬華 喔住萬華 所以平常就有使用打捷運 平常就是都一直在購買1280的月票 本來就是1280月票的使用者 那現在1200推出有沒有覺得又省更多 有覺得超划算 現在還有台鐵 我覺得就是通勤更多選擇了 在台北上課這樣 喔上課 喔 那本來是1280月票使用者嗎 是是是 喔那現在1200更划算嗎 划算很多 大概有沒有算過每個月可以減少多少交通費用 大概也是八九百左右 哇 八九百耶 那現在因為我們擴大範圍還有包括到幾北百跨縣市的 台鐵啦 台鐵啦 甚至桃園的捷運 都可以使用 所以你會不會想說 欸 週末假日 如果要到基隆或到新北 也會使用 多出去走走玩玩就會使用 我住桃園一樣 開車的交通費還蠻高 平常住桃園所以就會開車 所以上班時候就會來台北 對 那現在買120就是想要轉換 改變使用交通工具的方式 對 所以大概會改搭 可能會搭基結然後轉捷運 喔搭基結再轉捷運 哇 我省幾千塊 對 省很多 而且交通也比較不會在上班時間 有沒有算過大概每個月可以省多少 大概三四千吧 哇 台北市長蔣萬安也現身在捷運市府站 化身一日帳務員 幫民眾開通都會通票卡 向民眾宣傳 基北北桃一千兩百都會通定期票 試用範圍比原先1280月票更擴大 包括雙北捷運 基結基隆新北桃園市區公車 北市聯營公車 及基北北桃範圍內的公路及國道客 剛剛來的時候 也聽到我們交通局局長 還有我們幾位董事長特別談到 我們今天一早開始開賣 就已經到現在為止喔 2571張 而且陸續增加當中 所以表示我們基北北桃四縣市1200交通月票 其實深受大家的喜愛 大家已經迫不及待要趕快採購 因為我們7月1號正式時事實上路 我們特別提前6月15號讓大家開始預購 也就是說屆時避免我們都擠在6月底的時候 大家大排長龍 所以也歡迎大家多多的宣傳 那可以在哪裡買到呢 我們可以到比如說捷運站的售票機 國光客域的加值機 或是如果你有Supercar 你也可以直接透過 然後又付來加值 非常的方便 1200月票其實在我一上任 就大力的來支持 而且也跟中央來爭取 不管是經費或是相關設備的建制 那很高興我們基北北桃四個縣市 積極的開會 大家一起尋求共識 中央也有正面回憶 所以很快速的馬上7月1號 大家就可以享受每個月1200元 免費暢游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不管是捷運公車 U-bike 或是跨縣市的台鐵 客運甚至桃園捷運 都可以使用1200元的都會通 都會通 又是都會通 都會通 四個縣市大家不只是平常通勤通學 假日的時候要到其他縣市旅遊 也非常划算也很便利 台北市我們非常支持 也鼓勵大家使用120月票 我想不只是對於大家交通通勤的負擔 可以減輕 未來對台北市朝向2050近零碳排的目標 也有極大的幫助 接下來我們也會實施U-bike前三種免費 就是希望鼓勵大家多多使用大眾運輸工具 朝低碳永續的目標前進 我們也希望讓我們搭乘 綠運輸的使用率能夠從60%提高到70%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那再次的恭喜我們1200交通月票 今天開始預售 那也歡迎大家多多使用 多多宣傳 這個票非常的漂亮 原先使用1280定期票的民眾 除了可言用至期滿為止 再轉換基北北陶1200都會通定期票 也可以辦理退費 另外民眾在6月25號前到交通局FB 台北交通大家談粉絲專頁填達問卷 就有機會抽中都會通紀念悠遊卡 記者溫俊張啟騰台北報導